您现在打开电视机 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生活帮的 这个特别节目 一看 红红火火啊 过年了 您甭管走到哪儿 这喜庆的氛围必须拉满 济南的大明湖 暴徒泉 千佛山 也都换上了兔年的新造型 咱们走着 一块去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暴徒泉景区 在门口啊 小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拱门 据了解 今年这里有花灯展览 咱们一起去 看一看 微喵微笑的兔子 绚丽多彩的花灯 不同样式的花灯相应程序 堪称视觉盛宴 市民和游客也都纷至他来 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啊 但是小吴身后的游客是非常多的 大家都趁着放假 带着家人孩子出来游玩一番 造型别致的花灯 喜气洋的游客 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对 今天主要是过来看看灯上 感觉晚上会更好看一些 花灯挺好的 晚上还会来呢 领着孙子来看花灯 晚上不是亮吗 我感觉这些花灯都挺有意思 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兔年的 漂亮的 今天还会过来再玩的 第42届抱租权迎春花灯会 是在明天 大年初一就正式亮灯了 那我们整个的展期呢 是从初一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 所以我们这个抱租权花灯会期间呢 也是完全免费开放的 如果有出行这个意愿的这个市民和游客呀 可以提前在这个网上进行预约 走在大明湖边看着一盏盏喜庆的红灯楼 一片片鲜艳的中国红 真是大红灯楼高高照 红红火火 过大年 我们是从内蒙过来的 想过来看看 灯笼 照灯节彩的 年味挺足的 据了解在春节期间 千福山景区将悬挂五千余盏红灯楼 同时还特别增加了兔年元素 让年味更近一点 更浓一点 红尼下